这些台湾爸爸很可爱 他们说这样回家之后 刚刚好老婆小孩都起床 可以带一家人去吃顿粉 蜿蜒公路绕山前进 上海美景左勇右抱 这也是加拿大温哥华 知名的C2盖海天公路 清晨五点多 这群台客不小而过 保时捷宾宾市B&W 还有马沙拉蒂 博有路瞬间成了名车伸展台 我们通常都是差不多 早上四点半或五点钟 我们就会出发 因为这么早的情况下 当然你交通也没有那么多的车 也比较少警察 时间队就能尽情奔驰 迅速抵达终点 40多台车停好排排站 犹如一场小型名车鉴赏会 其中最吸睛的是这台 要价1400多万台币 号称保时捷跑车系列最强王者 911 GT2 RS 这台是目前911 GT部门最大的花王 那就是大陆版赛车里面速度最快的 这台车是当初低了给我最后一台配额 因为温哥华太多有钱人在这里 尤其中国大陆的移民太多 那他们会用加价的去买 所以我就买不到 那这个是从一个Porsche的销售手上 他买的 我是入手二手的 限量生产供不应求 想买还要靠关系 而现场跟房子一样贵的跑车 还有这台要价上千万 车门可如翅膀般掀起的 马沙拉蒂MC20 他是用了F1的双喷射引擎 当你踩下去它的扭力非常的大 所以非常的需要有点技术去操控它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这种驾驶的一个乐趣 当时一发表的时候看到就很喜欢 所以就定了它 然后等了非常的久 我在等了将近快两年不到的时间 你才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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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期聚会晨跑 车友团成员放眼望去 几乎都是熟男 他们都是台湾爸爸 这么早出来 家里的小孩老婆 应该都还在睡觉 所以我们早早出来 早早回家 还可以带着老婆小孩 一起出去吃午餐 就是家庭活动还是不会缺席 不会缺席 因为你缺席你就不会有下一次的车聚了 47岁团长Eddie 每月固定 揪人出团 与多数团员一样 都是年纪轻轻 引领加拿大 以前我们都去参加当地本地人 白人的车聚 然后台湾人越来越少 因为很多人到处去 他回台湾也好 然后接事业 或者是说去中国发展 或是去美国发展 所以这边的华人 这边的台湾人就比较少 所以我想说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坦白说 台湾人真的太少了 大家都要团结一点 所以才会有这种 每个月的聚会这样 到定点的男人就是闲聊 站在那边很冷 可是也会聊个一半小时 才会离开 哈哈哈哈 没事说就聊天 别想 然后都聊什么内容呢 聊一个礼拜的痛苦啊 当然是聊车啦 聊车剧多啦 家庭事情绝对不聊 只是聊车 他的尾音 打开看一下影情 就这样 这我看一下眼睛 我也可以可以 可以聊三个 快个快个 看似不经心的闲聊 却是联系感情的重要管道 还有人直接把台湾 牵进车里 原来到加拿大来 然后蛮想念台湾的 然后刚好又有机会 从事车的行业 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可以 自己制定一个车牌 然后想用台湾 想用台北 都刚好被身边的朋友拿走了 所以又想到自己故乡在新北 所以就用一个新台北 车剧是北美特有文化 20世纪汽车开始普及 满足出行需求之余 不少车主也开始秀爱车 与同好交流增广见闻 吸睛亮点出了最新 最炫的豪华名车 也有历经时代淬炼的经典车 这台车跟我18年 所以这是一台右驾的东营战胜 这台车跟我18年 这当年在90年代它 它赢了非常多的赛事 所以这台车非常有名传 Nissan GT-R曾现身漫画头文字低 历经30多年依旧是经典 其他车款品牌马自达三菱都很平民 但因为都是时代经典之作 越老越值钱 这台是目前Nissan里面是 应该是属于最有价值的R34 GT-R 它当初从最低的二手车价钱可能在4万美金 到现在已经2、30万美金了 这一颗是名机 就是很有名的发动机 然后这台引擎它当初赢了很多比赛 这台也涨价涨很多 这台如果状况好了也是升级了好几倍 可能如果状况好了到10万美金也都有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转直引擎 跑的时候的喘息声 都让人家有一副很乐血的感觉 不同于亚洲国家新车满街跑 北美车主对中古车接受度更高 一来因为汽车业发达 维修相对容易 还因为车子象征自由独立 大多数车主对爱车抱有特殊情怀 不轻易编卖 很多爸爸他买了这台第一台车以后 他买回他的心目中的梦想车回来以后 他在花因为白人的生活很多时候 是亲子的互动很多 所以他在车库里面 他就会跟儿子一起研究这台车子 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bonding time 然后增加亲子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这种车子大部分是爸爸想要拥有 年轻的时候没有拥有到 然后到他可以买的时候他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翻新它 一车接着一车奔驰前进 展现的不只财力还有质物价值 繁忙工作中偷得独生半日闲 这群台湾爸爸人生道路同样全顾前进 T&P 车友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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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